在台股还在风雨飘渺之际 有哪一些个股跟族群 第一个前景确定需求 还是非常畅旺 而且可以延续到下半年 那现在均线 尤其是季线这条生命线 还是能够产生助攻的力道 我们请副总来帮我们看一下 好的 这边我们在操作上面的时候 就像主人说的大环境还是坏的 但我们操作我们要集中火力来做 现在操作里面战争通膨持续风险大 所以说你不需要百分之八十斤下去 你也不要去借钱 没有落底之前不要谈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目前整体在下修 还不能买了不动 再来17174 来看一下我的股票图 目前是在这个小区间里面 所以这个现行里面 我就把上面的一二三年来复习 第一个下降趋势线已经往下压 那是因为战争通膨 资金收缩都造成往下压 那一条桃红色线是压 就代表GDP往下 月线季线死亡交叉 将基金线的格兰币法呢 告诉你说它进行波段的下跌 但是短线里面的时候 它受到前置一万六千 那个区间的支撑 所以在那边会来回整理 接着极短线的上升趋势线斜到地方 各位为什么这边要拉小红呢 因为要守这条的上升趋势线 那这所以我们把它区间给大家了 在这个礼拜就是下面一万七到 一万七千四百来回震荡的里面 因此在悬股上面的时候 我们要避开极限下滑的 而挑降上来的 那再来回到我的操作间里面 偏多防疫股 战争受益股 请注意到防疫股的话 它也是轮涨 如果上涨不能停顿 不能破十天线 我们看一下毛宝 做小头的前任是不是也涨 涨了以后呢 这边洗手的涨到高档 出现一个小头的时候 他就不要再追了 那再来亚诺法是不是也是 往上冲冲冲冲冲 冲到这边是不是也比较停顿 要等待压回指纹才会转强 因此利用保林附警来替代亚诺法 所以他的后期往上的部分 那接着保林附警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谈到轻震 轻震里面的话就把优胜拉进来 瑞基压进来 亚伯拉进来 各位看亚伯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个现行里面依照原来的体材 做小头停顿再往上冲 所以倒过来拆解这些股票 就利用同样倒拆解 这样亚伯的现行OK 出现亚诺法震荡 如果出现毛宝 他就是一系列的转弱 所以这样操作可以 再来战争受益股 华兴还在动 是不是等天 这个是不是一个往上的 那我们看看统一石马口铁 9907是不是又出现叫小头了 那中刚也出现小头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回到资亚里面 技术面的K线跟G线 主宰这边 然后因此偏弱的 下修的电子科技股 上面一条什么线压着 季线 好 再来就是偏弱 小于季线两类的里面 我们认为他就不适合 使用价值投资买了不动 因此短线里面 集中量价的部分 来做操作以上 好那策略的部分 我们也麻烦副总 是的我想在这个时间点 投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 就是目前短线跌升 然后很多的跌升股 它在反弹 那尤其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电子股 其实你会发现 它一档一档的 都出现了一个 所谓跌破所有均线的一个状况 甚至还有在这个 往下跌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举例来说 像是6488的一个环球晶 环球晶是整个晶圆代工 晶圆这个半导体产业当中 很上游的一个产业 那这么上游的一个产业 它为什么会形成 所有均线 不管是短线中线长线 形成都下弯的一个情形 这一点就值得 投资朋友要去深思 或许投资朋友会看这样子 它富贵力比较大 会有跌升反弹的可能性 但是趋势已经形成 所以今年为什么 我刚刚前面一直特别谈到 你今年要去确定 下游的需求 然后那个需求是不能掉的 不能跟你说下了订单之后 然后又退掉订单 我们再举另外一档个股来说 像是之前这个 大家去年很热的 像是2377的维新 我们看2377的维新 为什么今年它走成这个样子 连年线最近也开始 整个下弯 形成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这个背后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为去年的显卡 矿潮带动了显卡的大涨 显卡的大涨也带动了什么 带动了台湾有史以来 一大堆电脑卖电脑厂商联手 在所谓的这个 卖一整套的一个主机 或者是搭配一大堆的 其他周边的产品在卖你 所以也造成去年维新技嘉华硕 获利都非常的亮眼 但是今年矿潮已退 很多的矿工的朋友们 或者是矿老板们 现在讨厌木的烧 所以这就形成什么 今年你看这些 过去的显卡主机板厂 今年为什么走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再去做对照 对照什么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你要去确认下游需求的成长 而且不会退订 你就可以去看刚刚前面所谈到的 5009的农钢 我们再来看一次 为什么人家走势相对之前 差异性那么大 当然这是之前农钢大股东的 一个持股变化到上个礼拜五的一个时间 你会发现他过去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大股东的持股比重 从差不多44%增加到55%左右 增加差不多11点多 所以为什么人家这些大户一直把资金塞到这些股票上面 而不是大家所喜欢的过去的热门的电子股 这其实就是所谓大环境的一个趋势 所以总结下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提醒很多的观众朋友 因为我知道绝大部分的散户朋友 大多数是喜欢电子股的 那就会演变成什么 演变成说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断舍离 你就有可能又想要再去强短跌升一反弹上来又想要强短 那如果说大的趋势不对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参照刚刚杜大哥跟各位所讲的 谈到季线 你这个时间如果季线还是在下弯的 谈到季线你可能就要先撤 你要把资金换到那种短中长多的个股上面来 这样子你才在下半年其实才比较能够保平安 这是以上给各位的建议 好所以在现阶段真的太弱留长 永远是股票市场操作当中非常重要的策略 而且这个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今天两位来宾也特别针对了在现阶段 哪一些需求真的非常强劲 而且季线都还能够产生助攻力道的 提供给您这位参考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